女人的鼻子里吐出了一滴大姨妈 闺蜜赶紧过来帮她擦拭 结果女人就开始呼吸困难 两眼泛白好像要窒息一样 这可把闺蜜吓懵了 吓一秒 原来她是装的 那只是一滴番茄汁 可就在两个人调侃的时候 女人又开始浑身抽搐 好像中了鞋一样 更可怕的是嘴里还吐出了白沫 好像是吃了红伞伞要躺板板了 这把闺蜜吓得 不仅露出了你手机里的第十二个表情包 还被吓尿了 下一秒 可怜的闺蜜又被戏耍了 都怪女人装得太像了 这还没完 她刚把自己的手放在桌子上 突然 闺蜜又被吓完了 那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女人赶紧拿一杯水把她浇灭 结果那只居然是假手 一场恶作剧罢了 此时的闺蜜杀了她的心都有 然而当女人刚走过客厅 电视却突然响了 女人赶紧把她关闭 结果那电视又响了 不仅关不掉 电视里还出现个大黑洞 更可怕的是 她还在呲呲地往外喷水 女人赶紧叫自己的闺蜜 结果闺蜜这次是死活也不相信她了 下一秒 电视里就钻出来个真子 女人被吓坏了 可突然 女人一拳就把真子打倒在地上 眼看横竖都是死 女人死死地抵住真子的头 再来一个还你飘飘拳 又成功给了真子一击 接着女人使出了三连重击 这真子被打得也是满地爪牙 可真子也不是吃素的 她居然会太拳 一脚就把女人踹到了沙发后 无论女人怎么喊救命 闺蜜就跟没听见一样 等到屋里没了动静 闺蜜才放心地来找女人 可以低头 你猜闺蜜看到了什么呢 你知道怎样把一个女孩 制作成美人鱼吗 两个变态的科学家 在变态市场抓来个18岁女孩 想要把她变成美人鱼 可女孩刚被拖进手术室 就被吓傻了 原来这变态还不止两个 而是无数个 随后就给女孩戴上狗罩 手术24个小时后 再用一种神秘的凝固胶 烧开到300度 浇到女孩的身上 直到凝胶完全凝固 再把女孩送上担架 推到下一个实验室中 变态医生又将一壶500度的开水 倒到了女孩的手上 尽管女孩已经痛得撕心裂肺 可她们还是不停手 因为这是最关键的一刻 只见女孩的手开始慢慢渔化 已经有了要变异的迹象 于是科学家们赶紧乘胜追击 又将一管神秘液体注入到女孩的体内 还没等女孩恢复 就把她推进了准备好的巨大浴缸里 下一秒 从此一条人造美人鱼就成功了 男人想要生发 于是就在网上买了个 有特效的三无产品 她激动坏了 立马把自己仅有的头发全剃光 在僵生发液厚厚地涂到了脑袋上 最后戴上的头套 就等着茂密森林的诞生了 可三年后 男人第一次打开头套 就发现脑门上 不仅一根头发都没生出来 还长了一脑袋的水泡 男人只是轻轻一挤 那笼包就破了 但破了的地方 还真的赠命地钻出来几根头发 男人高兴坏了 于是赶紧挤下一个 男人整整挤了十年 才把头上的包都挤完 果然到了第二天 男人长了一脑袋的毛发 这也太有效果了 可万万没想到 这是个杀人生发业 男人不仅头上长出了头发 就连眼睛里也长出了头发 下一秒 她就变成了的长毛怪 真是太可怜了 友情提示 千万不要买三无产品 小女孩每吃一根雪糕 妈妈就要切下一根手指 因为雪糕店的老板是个怪人 他不收钱 只收手指 尽管代价正昂贵 可每天都会有 络绎不绝的人来排队 有的甚至为了吃到两根雪糕 同时拿着爸爸和妈妈的 两只手指来换 这天女孩刚吃完一根雪糕 又想吃第二根 于是她趁着雪糕春还没走 又来到妈妈面前卖毛 妈妈一看 似乎瞄懂了她的意思 为了尽力满足孩子的要求 她割下了女儿的头绳 又叫女儿把它吸到自己的手指上 没有一丝心动的 就咔吧 割下了自己的手指 尽管流出大量的番茄汁 可女儿根本顾不了那么多 拿起就飞快的往外跑 她将一根手指递给了老板 想要换一根甜美的雪糕 老板赶紧把手指放进瓶子里 随后就将雪糕递给了她 原来这个老板天生缺少手指 为了找到合适的手指 她只能不停的做雪糕 来诱惑小孩子 利用父母对孩子的溺爱 来寻找合适自己的手指 终于女孩又如愿的吃上了雪糕 可突然就被妹妹发现 于是她也学着姐姐的样子 想要雪糕吃 结果妈妈的手指不够分 就打起了爸爸的主意 可爸爸妈妈却没有拒绝她 最后女孩得到了两块雪糕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让你用一根手指去换好吃的 你愿意吗 这个女人不想活了 她把手伸进了绞肉机里 下一秒就被卡在了机器里 这脑袋指定是被驴踢了 消防队员赶紧查看 女人的呼吸是否正常 但尽管她还在喘气 心脏却跳得异常的凶猫 这样不仅会因为流血过度死亡 还会因为心理衰竭而死 消防队员立马为女人戴上氧气罩 确保大脑保持清醒 再去拆卸绞肉机上的机器 但女人的胳膊已经被绞断 并缠在一根铁柱上 在场的所有人都被惊呆了 原来就在刚刚 老板第一次来操作间里检查工作 却发现他们在偷懒 因为他们在装完材料后 必须要把安全防护放下来 这样制作的时间就会变长 老板怒了 要知道资本的时间一秒都是金钱 于是立马喊停 还叫这个确白的女孩 赶紧打开防护罩 亲自示范给她看 结果自己一个不小心 水杯就掉进了绞肉机里 更可怕的是 老板的脑袋好像被驴踢了 直接就上手去抓 下一秒 她就被卷进了机器里 她做梦也不会想到 违规操作的代价这么大 消防队员为了把她的胳膊拿出来 只能用面粉 把她的树伤部位固定伤 伴随着女老板的一声惨叫 消防队员终于拽出了她的胳膊 直到这时 女老板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她真诚地和女孩道歉 并叫他们以后加倍小心 毕竟生命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两个熊孩子把睡着的爸爸 埋进了沙子里 却不知道危险马上就要来临 就在他们把一桶水 泼到了沙子上后 天空突然卡八 就出现一道惊雷 那桶水也不知道混合了什么东西 立马就变成了坚硬的玻璃 更可怕的是 男人只要一动 沙子就会出现大量的番茄汁 这可把孩子们吓坏了 到底是什么情况 消防队员接到电话后 立马赶紧闪现到现场 此时的男人呼吸已经非常的困难 经过检查 消防队十分确定 男人肯定是扎到了什么东西 但又不确定是什么位置 所以大家必须加倍地小心行动 在小心地砸开男人周围的玻璃时 却果然发现 他的脖子居然被钢钉刺穿了动脉 再不把他从沙子里挖出来 送往医院救治 他马上就会嘎掉 为了稳定男人的心率 消防队赶紧给男人打一针强心剂 现在的难题是 不确定男人是否还有别的地方被炸 他的伤势又十分的紧急 于是大家不得不徒手去挖 在整整挖了五个小时后 终于挖出了男人的身体 可刚想要把他拉出来 突然 胳膊好像漏了个洞 番茄滞流的满地都是 而此时 男人已经因湿血过多陷入了昏迷 消防队在替男人简单止血后 赶紧给男人台上担架送往医院 而老父亲还在担心孩子们会吓坏了 迷迷糊糊的还在安慰姐弟俩 拥有这样的父亲简直太幸福 女孩花一千万把自己泡进神秘乳霜里 为了变美 更是忍受着皮肤被烧伤的剧烈疼痛 但女孩就是不在意 还拼命地狂笑起来 直到乳霜爬上她的脸 就这样一年后 女孩才从浴缸里自信地走了出来 她撕开脸皮一看 竟然吹弹可怕 就连那满嘴的大黄牙 也变得洁白有志起来 于是她换上精致的衣服 再化上美美的妆 打算给丈夫一个惊喜 结果却发现了丈夫的惊人秘密 就在几年前的刚刚 小美是公司里出了名的小丑女 就连八十岁的大妈都比她会装扮自己 孤僻和不自信让小美做梦都想变漂亮 直到这天 她发现所有人都在涂一款神奇的乳霜 于是她吃巨资也买了一瓶 还学着别人的样子涂到自己的脸上 结果别人是涂到哪里 哪里就会变大便漂亮 而她就是越涂越丑 越涂越红肿 因为她对乳霜过敏 小美失望极了 可电视却说这是正常现象 多涂一阶段就会恢复正常 为了极力证明自己不是另类 小美把一瓶的乳霜都擦到了身上 我滴妈呀 这下惨了 她浑身上下就没一个好地方 睡觉时就连丈夫也不愿多看她一眼 但她总觉得是乳霜涂的不够多 变眉已经成了她的执念 她把家里所有积蓄一千万 都拿出来买了乳霜 尽管丈夫说不在乎她的容貌 可疯狂的小美已经彻底疯了 无论谁阻挡她都必须死 她一把刺中了丈夫的脑女 随后就跳进了装满神秘乳霜的浴池里 尽管乳霜刺激得她根本无法呼吸 但女人还是泡了整整一年 出来后女人果然变成了美女 她开心地脱去自己的外皮 然后又化了个精致的妆容准备出门 果然 女人的巨大变化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也极大的满足了小美的虚荣心 但她的丈夫就可怜了 被小美制作成了橡胶人 永远坐在家里的沙发上 可余生小美毒将会失去亲人和爱人 永远活在谎言里 你觉得她这么做值得吗 女人正在睡觉 结果树洞里却掉出了几只金蛋 我的妈呀 这不发财了吗 食材如命的女人高兴坏了 开始不停地挖树洞 期望能得到更多的金蛋 结果乐极生悲 她的手被死死地卡在了树洞里 更可怕的是 里面还钻出了一条八百米长的蛇 没想到蛇也会生动惊息 下一秒 下迷糊润的女人就被大蟒蛇拖进了洞里 很快妹妹也寻着踪迹找了过来 但她并没有发现姐姐 而是发现了金蛋 贪心的她也觉得不够 于是伸手一掏 我的妈呀 居然摸到了姐姐的脚 吓得她立马跑回家里 找自己的三个兄长 为了救出四妹 大哥赶紧拿着铁桥就准备杀了大蛇 结果根本没有命中 于是她又拿来刹刀 拼命的在洞口室 结果却被大蛇死死的缠住 没办法 他们只能另找突破口 大哥把金蛋放到了安全的地方 然后开始拼命的挖洞 但大哥他还想进去一探究竟 结果差点没被大蛇 当成压寨夫人 困在里面 他吓坏了 这下彻底吓坏了 但他们必须要救出妹妹 于是二哥决定输死一搏 结果两个小时后就没了动静 没办法 大哥也只能加入 见大哥没了动静 这兄弟情大于天 三个也只能生死于共 终于经过七七48个小时的努力 四妹被大家从蛇洞里拉了出来 最后大哥也爬了出来 那你们才三哥去哪里了呢 这个女人又用内衣越狱 趁着狱警正在睡觉 她赶紧拿出内衣上的钢丝 绑上个毛线 再把内衣吸在铁笼子上 做成个弹弓 目的是够到对面桌子上的钥匙 像好狱警睡得跟猪一样 这才让女人成功的拿到钥匙 她小心的拿起锁头 就这么卡巴一扭 成功了 可女人刚想逃出去 却发现毛衣的线死死的挂在了钥匙上 这还不是最惨的 更惨的是 女人一转头 手腕就被狱警死死的扣住 奇怪的是 狱警的目光却十分的呆滞 还在梦里 把女人认成了自己的妻子 原来她有梦游症 聪明的女人立马伪装成了她的妻子 趁机去拿手铐的钥匙 她必须要从这里逃出去 否则就会受到非人的惩罚 但她试了几次 都没办法拿到 于是她要请狱警跳起了我 在成功打开手铐后 马上F狱警继续睡 可女人刚想逃出去 却发现局长来这里施杀工作 女人赶紧躲进了衣服里 眼看两个人就要冲出去追女人 结果女人身边的警服 却掉到了地上 完了 局长找到了女人 这下惨了 原来她正是局长的妻子 因为长期的家暴 女人每天都想逃离这里 可总是被局长锁在铁笼子里 知道了一切的狱警 立马拿出手铐 锁住了局长 还把这段家暴视频的证据 暴存了下来 这迟来的正义 终于让局长胆怯 女警把她撞进了笼子里 并死死的锁住 女人终于逃了出来 等待家暴男的 也即将是法律的制裁